清晨六點多一台白色特斯拉 開著開著突然車頭一扭 就往路燈衝去 龐大撞擊力道 路燈瞬間被撞斷 飛到馬路中央 特斯拉撞完毫不遲疑 加速離去 附近民眾聽到聲音 趕緊跑出來查看 聽到人說什麼聲音 我看人家下來再拆都不 他連下車都沒有下車 然後就直接開走了 台中南屯警方巡線逮到駕駛的男子 竟然是因為情侶吵架 整個監視器的那個這樣撞下來 你自己也都知道啊 我知道可是太火了 我那時候真的是情緒死沒辦法 男子共撐 因為先發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女友到場卻沒關心 反而指責他不對 自行搭車離去 男子越想越不差 開車衝撞路燈泄憤 理智斷線的後果 恐怕讓男子後悔不已 同樣在台中南屯最二名阿伯 竟然不顧危險 騎機車闖紅燈 一瓶綠燈池型的騎士 差點閃避不及 喇叭吹蕊 狂暗到底 台中消暢 台中北屯一台白色轎車大拉遠 打著右轉燈 後方轎車想超車 誰知道白色轎車突然鬼切左偏 後方轎車差點被擠去對向車道 瞬間髒話噴出 他打著方向燈然後吹灌 兩車差點撞上 後方駕駛路把影片PO網 不過自己連續跨越雙黃線 也引來批評 記者王敬遠 陳真馬 台中報導